你知道武侠小说中哪一门内功可以在现实中练成吗? 没错,它就是狮吼宫 在电影《功夫》片段中,宝租婆那一声威力十足的狮吼宫 可以说是把火云邪神都吼得飞了出去 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那么夸张 但确实可以靠声音做到类似的事情 比如在手机中打开一个软件,随着声音的发出 我们慢慢靠近电燃的蜡烛 可以看到它成功把蜡烛吹灭了 那么它是如何做到了呢? 实际上它依靠的是声波 与风、拔火、吹灭完全不同 我们都知道物质燃烧时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燃料、助燃剂和招呼点 而物质在燃烧时一般都是先从气态 在发生化学,例如我们将点燃的蜡烛熄灭 此时用火接触产生的把烟可以发现 火焰又重新燃了起来 这便是助燃剂中的氧气在其作用 而声波灭火就是针对助燃剂 由于声波在接触火苗时 火苗中的物质是燃烧物和氧气 声波会在这两种戒指中做到周期性运动 而根据戒指不同 此时声波在经过它们时的波长也不一样 如此一来 在特定的声波盾力下 就可以实现助燃剂跟助燃局部分离 而火焰没有了氧气 自然也就熄灭了 根据计算 焦火扑灭的频率一般在30到60赫兹 所以真正让手机灭火的原因并不是声音 而是同时发出低频频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